Singyia 我最近兒子女朋友很喜歡吃這一隻 所以我就要吃到這來 以前不是只來 你自己買的最多 買的 買啤酒棗這隻 還有它的拉麵好吃 還有牛肉乾 新冬陽 是最便宜的 好人家都吃的 我去出售賣小吃 行家都知道了 吃不到 軟了是為甚麼 這個是鹹的 中環中心對面的加鹹街街市 是香港最古老露天市集 已有近160年歷史 招航晚策的鐵皮檔 就是它的一大特色 對正大家的第一檔鐵皮檔 午餐時間總是人頭湧湧 究竟買甚麼呢 不是買日本零食 好借買的日本零食 全部都是人氣大熱款式 價錢比旁街的Donkey 幾乎平近一半 一早是中環OL入貨上倉的 Best Cap Secret 中環開了有三四十年 抽到牌的時候 八一年的時候 鐵皮檔 是皇家仔來的 招航晚策 買水果 二十年左右 去爐買水果 去下爐有些開心果 杏仁那些買 我試試試 只要一邊轉換來吃 十一二年前左右 疫情 個個不開心 東西已經加了價 但我也沒有加 讓客人吃得開心 來到了 很開心的 我的客人來到 原本買一包 他都買到一包 我便賺多了 好借口中所謂的賺 但其實只是賣每包零食 僅得微利一元幾毫 但求薄利多燒 不需要 兩個老人家吃得多少 對嗎 最緊要買個又開心 我賣得快又開心 賣得快好些 貨又新鮮 而且下班後不用搬得那麼辛苦 波量有四五十種 我幫他買的時候 我自己試 試了好吃的就繼續拿 不好吃的就不拿 那些客人就會介紹我 賣哪一隻 我就去問一些售貨員 哪一隻 這隻你有沒有 你有的你就幫我拿 最近那些金帶芝 個人口味不同 有些人很喜歡吃日本食物 我覺得日本的食物是好吃一點 多人買的 日本版多人買的 因為香港那隻 可能是鹹一點 到時候這隻就脆一點 沒有那麼鹹 之前在這裏買過 是沒有吃的 我覺得去這裏的食物 買到這裏的食物 還有這裏的 那些是五元的 那你現在想當你吃得買 一百元 一百元 你覺得如果在第一間購買 會多少錢 好嗎 幾個號價 要過一百元 就是怎麼買一百元 就是這裏車 很多人是想收穫的 便會有新鮮 都要販擺 每個錢 employ 很多人都要販擦 還有很多人會不會 繼續去吃 遮瑕 每天都要販擺 太陽太曬 超過28度 零食就很容易變壞 擺放三天和擺放一天的食物是不同的 快點賣掉它 譬如我賣8元一罐 那些人只賣一罐 譬如我賣三罐是20元 我晚上下班便收到三罐 最重要是買得多 因為它是獨立包裝 獨立包裝可以跟同事分享 每人一包 鴻親獨立包裝的東西是多人買的 好姐當然不是只賣日本零食 其實它是由買香港本土品牌的零食起家 一個星期來一次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藍花生 所以我離開也是買這隻 因為這隻一來是Made in Hong Kong 二來這檔是最划算的 有其他店買這隻 不過這檔是最划算的 但最划算是最划算的 這兩隻是香港品牌的 這隻是甜花生 這隻是藍魚花生 我小時候 我爸爸帶我去買花生吃 都是買這兩隻的 差不多有八九十年以上 我喜歡吃它 所以我就跟它入貨 入貨多少年? 入貨已經三四十年了 我一開檔賣水果的時候 我都有跟它賣花生 賣了很久 第二隻的牌子 藍魚和甜花生 沒有它做得那麼好 因為它也有信用 而且出口很多 好姐不說都不知道 原來男人比女人更喜歡吃華梅 華梅也是講謹香代理 我也是十二元一包 便宜便宜的賣 都有很多男人買 女人很少吃華梅 另一個香港糧果老字號啟發 都是豪姐賣了幾十年的 優質本地零食品牌 這兩隻都多人買 這隻是鹹的 這隻是甜的 糧果一向都多人買 買來吃 變了它有時候 它們的口很淡 這樣稠一點 便覺得舒服一點 吃得煙多的 很喜歡吃華梅的男人 夏天糧果很適合吃 華梅 這些都沒有核 有時候在寫字樓 例如有核的 有人問你 噓了怎麼辦 這個鐵皮檔 是好姐一家人的心血 一對子女好幫得手 等好姐可以不用太辛苦 在這裏買東西沒有冷氣 但那種香港獨有的人情味 不是日式連鎖超市可以找到 她們是很老實做生意的人 我在這裏開了這麼久 很老實做生意 又不會抬高價 又很多元化 一個星期三四次 我熟悉她 因為她的食物真的很便宜 很多人吃飯飯 又加煎又便宜 就算台灣的豬肉乾 也便宜很多 你不要加一塊 哈哈